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每次看到那束康乃馨 她就会想到 有一个和郑融一样爱她的孩子 还在爱着她 雨珍啊 知道你忙 不过有时间常来家里坐呀 郑融不在了 她看到你多少也是个安慰呀 知道了 我会常来看看你们的 走了 您订的花吗 不是 好长时间了 过不了几天 就有人在门口放一束康乃馨 您知道谁送的吗 从来都是只看到花 没见过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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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姐 好巧啊 雷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家不应该离这儿挺远的吗 我就随便转转 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 那花是你送的吗 是 看来我没猜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那束康乃馨 不猜就应该是你送的 我也不记得 我到底说了多少次了 好像已经习惯了 每隔几天我就会想到这里 把花放在门口 然后远远地看着 只要看见每一次有人把花取走 我就感觉 心里头踏实了很多 我知道这么做很傻 可是已经习惯了 我能理解 真的 你真的能理解 对啊 其实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郑荣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怕少姨不愿意见到我 我知道我们两个都需要时间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是郑荣的妈妈 在我心里 也就是我的妈妈 我想 她每次看到那束康乃馨 她就会想到 有一个和郑荣一样爱她的孩子 还在爱着她 这样我就很知足了 是否有一个人 在哪里 就是她的女人 是她的女人 感谢观看